物化妖琴竟然从群修中间一冲而过,没有停下来追杀修仙者,而是如同流星般,直接向着下方城投出坠去,顿速奇快无比。 不,上当了,快拦住他。 金玉宗的锦袍男子一见此目,脑中灵光一闪,顿时面色大变一声怒吓,其余的修士也同样恍然大悟起来,纷纷惊怒地催动灵气。 紧追物化妖琴而去,但是下边的庞然大悟根本不理会重灵气的攻击,只是挥动双翅向下方拼命射去。 片刻后,虽然身体后半部分被后面追来的灵气击散了小半,但也到了下边城墙上空十一丈处,夹带着恶风,甚至将城途上的人类守卫纷纷吹得东倒西歪,无法直身站立分毫。 韩力望着头顶绿蒙蒙的一片,原本平淡无波的脸孔终于有些动容。 她也算是倒霉,这支物化妖琴落下之处的正下方正是她所聚首的城投。 这让韩力心中破口大骂起来,在如此惊人攻击之下,不要说普通炼体事,恐怕就是终结修士也无法应接下来。 她虽然身怀四层金刚绝,在这种高攻击下,也没有时程把握安然脱身,故而她不加思索之下,刨袖一抖,一颗低溜溜的乌黑圆球就诡异地滚入了手中。 但是目光闪动之下,脸上又出现了一丝迟疑。 这灭仙珠可是她现在遇到强敌时的唯一的护身宝物,现在就动用其中一颗,细想之下又大为不舍。 况且以她估算,自己第四层金刚绝造就的强横肉体还不至于让她真有性命之忧,顶多有一些重伤的危险而已。 心中诸多念头几乎是刹那间就完成,韩丽脸色一凝,手中圆珠一晃,消失不见。 同时她面对压下的巨物,也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而是深吸了一口气,两手一握拳,脸上手臂等处就金光连闪,一下变成了金灿灿的颜色。 随即她口中大喝一声,身形微微一蹲之下,先一步地冲地下城墙狠狠一击。 虽然此机微风凛凛,但面对雾化妖琴这般庞然大物,虽然不止一提。 尚未等权威显现,韩丽就被绿雾一下淹没进了其中,雾化妖琴狠狠地撞到了城头之上。 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传出,安远城的城墙虽然经过特别方法修建而成, 但面对不下于杰丹修饰一击的攻击,又如何真能经受住? 城头立刻寸寸地碎裂开来,整体倒塌了下来。 至于城墙上普通士兵和那些炼体士,此刻倒是不用担心分好, 因为他们早在城墙倒下的前一刻,就被剧琴硬生生地压成了肉酱,早就一命呜呼。 不过雾化妖琴虽然和城头一同毁掉, 但是那股浓浓的妖物却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附近人类只要一倍着绿雾卷入其中,立刻就大叫一声,马上倒地不起。 片刻的功夫后,就化为一句句碧绿的尸体。 如此一来,附近原来还想冲过来,重新堵上缺口的人类士兵, 顿时纷纷恐惧至极,向后反而倒退而跑。 几乎同一时间,绿雾中怪鸣声响起, 大批暴禽兽从里面纷纷涌出, 早已等在城墙外的赤蟒兽群也仰手思鸣后, 一窝蜂地从缺口处狂涌而入, 竟似乎对暴禽兽独物丝毫不惧的样子。 这批仙涌进来的赤蟒, 竟然夹杂着数以百计的变异巨蟒, 一下就冲散了城墙后勉强修建的另一条简单防线。 赤蟒兽大军如同潮水般, 一下冲进了安远城中, 安远城竟然就这般真的被攻破了。 快出手, 只要将这缺口堵住, 还能保住此城的。 空中的人类凶事自然是脸色发白至极, 那名杰丹甲七的光头大汉不甘心地大喝道, 然后一催身前的一只斧头般的宝物, 就要冲下方出手。 算了吧, 汪兄, 已经晚了, 即使城头没有倒塌, 安远城也无法守住的, 被兽群攻破, 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一旁金玉门紧袍的男子却突然出声阻止, 然后淡淡地朝城外望了一眼。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诶, 那是什么? 光头大汉一听紧袍男子此言, 先是一正, 但随即对方目光过去之后, 脸色刷的一下又铁青了起来。 因为在远处赤林兽的后边, 不知何时, 竟然多出了一片片黄色尘雾, 同时, 地面隐隐传来轰隆隆的震动, 仿佛万马奔腾一般。 这, 这是煞虫兽, 他们肯定是从青洛沙漠过来的, 这次兽巢竟然是四拨幼手雷兽, 恩远城真的晚了。 一名见多识广的修士失声叫出口外, 其他的修士听到这话, 脸色异常难看起来, 如此多的妖兽, 不要说一座小小的安远城, 就是一座中等城市, 恐怕也不易抵挡。 事已至此, 我们也各自行事吧, 秦某还有人要救, 就先告辞一步了。 锦袍男子却忽然朝其他修士一拱手, 伸手一招, 将金玉宗的那一对年轻男女修士换出, 随即顿光一起朝城中积事而去, 竟然再也不管下面的兽群了。 真没想到, 我们天元镜这么快就出现了第七座被兽群攻破的城市了, 想来此间事了, 天元城肯定会派人来调查城市被迫的具体原因, 看看是否有高阶妖兽介入其中, 大家到时候据识相说吧, 汪某也告辞了。 光头大汉苦笑一声, 和其他修士说了几句话后, 也欲气而走, 却是城外去的另一方向, 其他修士面面相去了一下, 也同样一晤而散, 其中既有人急忙返回城中去救援自己亲近之人, 也有学光头大汉一般直接离开了安远城, 这时远处的皇物也席卷到安远城附近, 从里面果然献出了一只只体形丈许的巨大虫兽, 各个双目鲜红, 争獰凶恶。 在四种妖兽的联合攻击下, 安远城彻底化为了一片废墟, 除了小部分凡人在一些炼体式掩护下, 硬生生地冲出兽群逃生去了, 大部分凡人都葬身进了兽群之中, 不过兽群仅仅在安远城四月了三四日光景, 就纷纷地撤离了, 兽朝这才正式地结束, 虽然只是一个小城遭到了灭顶之灾, 但此事在人类城里三尽后, 毕竟不是常有之事, 最终还是惊动了天元城的高洁修士, 派来了大批人手前来查看城池被兽群攻破的具体原因,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而在兽群撤离后的两日后, 天边灵光闪动, 又有数名修士从高空而来, 不久后, 就到了当日安远城被攻破城墙的巨大缺口处, 光芒一脸, 空中现出了三名男女修士, 正是金玉宗的那三名修士, 为首的则是秦姓的锦袍男子。 三人目光直接在下方扫视起来, 似乎在寻找什么。 那人多半已经送命了, 那些抱歉兽的联手一级威力, 当日师兄明明亲眼所见, 为何还会认为这些人还有生还的机会呢? 师弟有所不知, 那金刚诀功法和普通炼体术大不相同, 三层金刚诀足可以让凡人洗髓一惊, 运转十成功法之后, 身体就可抵挡低阶灵气的权力一击, 那抱擒兽群以及纵然威力惊人, 此人若是始先运功法的话, 重伤不可避免, 但是生还几率还是很大的, 而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事情, 必须需要这般一个皮草肉厚的凡人辅助才可。 当日要不是相隔太远, 根本来不及援手, 我一定会救下此人的。 听到自己师兄这般言语, 年轻男修纵然心中有些怀疑, 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倒是那名俏丽的女子却目光一闪。 就算那人原地尚存的话, 此地被兽群思约了如此长的时间, 恐怕也葬身受口了, 如何还能保住性命的? 此话也有可能, 师兄不是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此吗? 合适的人手实在是难找啊, 我还是耗费些神念, 搜索下附近吧。 哦? 不知需要韩某做什么事情, 竟然让秦仙师对在下如此念念不忘? 一声淡淡的声音, 木然从下方乱石堆里传出, 随即轰的一声巨响, 石块四下飞射, 一高一矮两名人影出现在了沉雾之中。 高空中的三人先是一惊, 紧袍男子随即大喜, 下方高歇的人影, 正是失踪数日的韩丽, 而那矮些的的确是一名四五岁的女童, 虽然身上服饰有些脏兮兮的, 但仍然可以看出原本的华美精致, 而女童面容白白嫩嫩, 可爱异常, 乌黑的大眼却显得有些惶恐, 一对小手死死地抓着韩丽后面的衣襟, 寸步不离。 韩丽无事, 秦某可就放心了, 我可一直挂念韩丽的安危, 特意前来援助的, 不过, 这小家伙是谁? 他是谁, 我也不太清楚, 当日破城时, 他和几名恋体士逃到附近, 被一群狼兽围住, 其他人都遇害身亡, 只有这小丫头实在年幼, 我一时不忍心, 将他救了下来。 韩丽回首看了一眼根屁虫似的女童, 有些无奈, 当日他虽然应接了物化妖琴一击, 但因为事先将城墙击碎, 身形先一步坠下, 故而承受的一击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而以他第四层金刚爵护身之下, 不出所料, 只是受了些许轻伤, 不过也因为此击的巨大威压, 他原本停留在第四层的金刚爵 瓶颈, 一下意外突破了。 要知道当年他在人界时之所以 金刚爵修炼到第四层无法寸进, 就是因为此瓶颈的出现。 如今只是静静地苦修半年, 就真的进阶到第五层, 于是他干脆藏在石堆下, 先暗自巩固眼下的意外突破, 结果这才遇到了小丫头一行人, 从而一时不忍出手救下此女。 不过下面的事情并非他说得这么简单, 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地, 他一口气将附近百余之妖兽, 全部都击杀个干干净净, 这才放心地带着女童重新返回石堆下, 这可费了一番手脚。 并且要不是这个小丫头实在是累赘, 她前些日子就可以扬长而去, 毕竟自己孤身一人的话, 还是有些信心瞒过兽群的耳目, 但是带着这么一个小不点可就麻烦大了, 女童身上的气息就仿佛黑夜的明火, 藏无可藏。 倒不如继续待在石堆下, 等着兽群离开得好。 毕竟这座人类城市中的凡人气息如此浓烈, 足以掩饰女童的一切行迹。 金玉他正觉时间差不多, 正想出来之时, 却正巧遇到了金玉宗三人, 并以过人的耳目将三人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心中一动, 当即迫事而出, 反而将紧袍三人吓了一跳。 毕竟韩丽从外表看一切如常, 哪有他们预料的受伤的样子。 如此一来, 秦兴男子固然大喜, 但心中暗惊, 口气也不觉得客气了几分, 试做了同等的存在。 没想到韩兄弟还是古道热肠之辈, 不过这丫头既然有炼体试护送, 看来也不是一般之人, 韩兄仔细问过来历吗? 除了自称戴耳之外, 什么也不肯说。 哈, 如此的话, 那肯定是他被家里人特别叮嘱过的, 这也没什么, 只要找到那些逃出来的安远城高层, 应该有人认的, 倒是韩兄真让人意外啊, 竟然能在寿湖中还一致安然无恙。 啊, 没什么, 只是侥幸而已, 韩先生还没有替在下解惑, 不知什么危险, 需要在下这般皮操肉护之人。 韩力见对方一直说话, 一直对自己开始的问题躲躲闪闪,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